连续9天的春节假期 复礼最夯的稻草艺术季 每天都吸引很多游客到访 复礼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说 虽然疫情升温 不过每天还是有超过3000人 所以来看星星 展期一直到4月 也欢迎游客前来参观 连假9天 复礼最夯的稻草艺术季 每天都吸引许多游客到访 总干事张素华表示 虽然疫情升温 但每天都还有超过1000人来看星星 展期一直到4月份 也欢迎游客前来参观 其实在我们过年除夕之前 我们的6个星星 6座星星都已经有坐落在 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 然后加上我们将近20座的 这个我们的恐龙的这些作品 也都完成了在我们的 整个侏草艺的这个稻田里头 第三件花莲稻草艺术节 新增了侏草艺主题 集结社区农民和布里国小学生的创意 搭建不同品种的恐龙 现场还能看到大猩猩坐在田中央 逼真的大型装置艺术 吸引大小朋友都很爱 我们是到4月是最佳的观赏期 那其实到今年的暑假还是会有的 所以我们都讲 如果台风来了以后 它就没有了 如果台风没有来 它会依然就会在 然后就会期待我们第四届的稻草艺术机开始 可爱都爆表的破弹暴龙 或是展翅高飞 气势逼人的一手龙 全都是用稻草竹子制作而成 逼真度丝毫不减 每一只都躲不过游客的相机 通通都超好拍 记者高双双 不宜相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